第六道德律对于今天来是否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有同样的功效应该继续遵行不一样功效 我们说了对于基督徒特别是神的律法道德律是我们生活的规范 借着圣灵律法指明我们应该尽的义务 所以时常吩咐我们教导我们时常劝勉我们 教导我们应该做劝勉我们继续实践不实践的话他总是劝勉我们去实践 对于不信徒非净徒因为他没有办法遵守 所以律法虽然显明了神的义但是却成为定罪的成为勒住他们威吓他们的恐惧 让他们不敢肆意乱犯罪但是仍然犯罪 但是不至于进行心里面所有的恶念都照着行出来 所以功用是不同的 基督徒信主之前前两个功用都有 但是信主之后第三个功用为主个功用 第一个功用当然显明了神的义也在延续 第三个功用就是律法原有的本有的真正的功用 继续遵行对于信的人当然要继续遵行了 对于不信的人也应该遵行 只不过是能不能的问题 基督徒应该遵行神的律法的教训 当然这个道德律已经问的是道德律 律法是神的本性所发出的对于他百姓的完美意的要求 如果离开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何为意 是我们生活的规范